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 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 回顾中国几十年来 简平事业的历程 我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 我还不到十六岁 就从北京来到了 陕西省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当农民 一干就是七年 那个时候 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 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当时和村民们辛苦劳作 目的就是让生活过得好一些 但是在当时啊 几乎比登天还难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陕北农村是穷的代名词 位于陕北的梁家河村 更是穷的叮当响 一九六九年 十五岁的习近平 下乡来到梁家河 成为一名知青 在陕北插队的七年啊 给我留下的东西的话 几乎 它是带有一种这个 这个很神秘也很神圣的 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在就是在后来的这个 没有一种挑战 一种考验 或者要去做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脑海里翻腾的 这个都是陕北 高原上 耕牛的这个父老兄弟的沁田野 下雨瓜风 我是在窑洞里跟他们炸草 晚上跟着看牲口 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 什么活都干 因为我那个时候扛二百斤麦子 十里山路我不换肩的 习近平曾说 十五岁来到黄土地时 我迷惘 彷徨 二十二岁离开黄土地时 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 充满自信 我的爷爷也是农民嘛 我的父亲是从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自己也去当了七年的农民 我觉得在我这个一生中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两种人 一种就是革命老前辈 一种就是我那个山北老乡 这种历练对你今天有什么影响 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 真正理解了老百姓 了解了社会 这个是最根本 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 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 一直到现在 每时每刻影响着我们 正是在梁家河村 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 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 铭刻在了习近平的心里 他要让中国许多像梁家河这样的地方 摆脱贫困 四十多年来 我先后在中国的县 是省中央工作 扶贫工作 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花的精力也最多 1982年 习近平到河北省正定县工作 在正定 习近平率先实行大包杆 引进产业人才 发展半程交行经济 1988年 习近平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 习近平系统走访 闽东贫困地区 提出滴水穿石 若鸟先飞的扶贫开发理念 85年前 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 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 善为国者 育民如父母之爱子 兄之爱弟 闻其饥寒为之哀 见其劳苦为之悲 至今 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 宁德是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徘徊在温宝县上下的农村贫困户 占当地农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宁德 在宁德 下乡访贫困苦 是习近平的工作常态 习近平到任三个月就走遍了宁德九个县 后来又跑遍了全地区绝大部分乡镇 他提出并倡导实施四下基层工作制度 全力推动闽东地区摆脱贫困 下党曾是宁德的四个特困箱之一 当年无公路 无资来水 无电灯照明 无财政收入 无政府办公场所 因为过于偏僻难行 当时县里的干部很少到过下党 习近平是第一个到下党的地位书记 在宁德工作期间 习近平曾三进下党 时任寿宁县常务副县长的连德人 在日记中记录了习近平第一次到下党乡的情况 乘车五个小时 步行四个半小时 开会座谈访评两个小时 一路风尘 大汗淋漓 辛苦程度不言而喻 回到县城招待所后 许多干部才发现 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所以他就跟下党的干部讲 最主要的不是唱功 主要是做功 所以他也是这样做的 也是这样做的 习近平书记三进下党 每次来 不是说他看一看就可以了 他都是一件一件的抓落实 搬到那里修公路 住堤坝 建学校 他的呼吸非常精准 1992年7月 习近平所著的《摆脱贫困》首次出版 习近平用弱鸟来形容贫困的敏东 用弱鸟先飞来鼓舞敏东 要思想解放 观念更新 习近平在书中还强调 扶贫困先要扶制 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 不要言必称贫 处处说贫 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 政策 长处 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 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 习近平离开宁德时 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 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全国人民 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 把脱贫攻坚 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提出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做出一系列新决策 新部署 推动中国减贫事业 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减贫方案和减贫成就 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岁月不居 初心不改 从陕西梁家河 河北正顶 到福建 浙江 上海 再到中央 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 四十多年来 习近平心里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 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 习近平说过 不了解农村 不了解贫困地区 不了解农民 尤其是贫困农民 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 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 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国 冲锋号已经吹响 我们要万众一心加油干 越是艰险 越向前 把短板 折得再扎实一些 把基础 打得再牢靠一些 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如期实现 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贫困县 全部摘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